一连四天的台湾肯定音乐节于4月7日晚正式落幕 不过网络上却流传几张不雅照 照片中一名男子却裸扛着一名女子的双脚 另一名男子则在后方抬着女子疑似上演活成功 该组照片一经曝光便在网络上被疯狂的转载 副产网友指责道 好好的一场活动就是给这种人破坏了 让肯定音乐节变调 对于台湾肯定音乐节 对此台湾恒春警方表示 有没有公然猥亵行为 妨碍分化的问题 主观或客观上是否让人引起性的遐想 将进一步进行调查 其实肯定音乐节不仅这次被传出负面新闻 早在2011年的肯定音乐节时 警方就在三天内查获实践毒癖案 一些游客玩到高兴时 竟在海滩上裸奔裸涌 甚至还上演男男亲吻的激情镜头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优酷娱乐播报道